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上课 那么上一讲我们主要讲了CPU调度的相关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话我们会讲跟进程相关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就是进程之间的同步和互斥 那么在讲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在讲进程通信的时候 讲到的这个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当时我留给大家一个课后的思考题 就是说这个N个缓冲区里面 我最多只有N减一个是可以用的 其中一个是用不了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来解决呢 那么再简单回顾一下我们的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有一个缓冲区是用不了呢 究竟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 我们是用IN加1模N 在是否等于OUT的时候来判断 那么导致有一个缓冲区是用不了的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N个缓冲区都用上呢 那么我们说如果我能够知道 当前缓冲区里面已经放了多少个产品 或者是知道产品的个数的话 我们用这个个数来判断 就可以解决我们用IN-OUT指质来判断的这个问题 因此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引入一个变量 叫做CUT 就是这个CUT 那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 我们来判断说 对于生产者来说 那么当他要放一个产品放进去的 我的判断条件是CUT是不是等于Buffer Size 也就是说我这个缓冲区是否放满了 如果放满的话我就不再放了 如果没有放满 OK我就可以把这个ATOM放在IN指针指向的这个Buffer 然后运营指针做加一摩恩 那么一旦我放进去一个产品之后 我是不是这个CUT就要做加一操作 所以做CUT加加 那么同样对于消费者来说 也是一样类似的过程 那我什么时候来判断 我不能消费呢 就是缓冲区为空 缓冲区为空就意味着什么 CUT是等于零的 那么这个就跟后面前面是一样的 那么当我们消费完一个产品以后 是不是我们的CUT就要做减减操作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N个缓冲区都用上了呢 虽然这是能够把N个缓冲区都用上 但是它在实现的时候却会出现问题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知道我们写CUT加加或者CUT减减 是一条高级元指令 但是当它在硬件上去执行的时候 通常会把这样的一条指令 转化为这么三条指令来执行 也就是说我首先会把CUT的值 附给一个寄存器 然后我们是对寄存器做了加一操作 然后再把寄存器的值返回给CUT 那么CUT减减也是一样的 因此的话也就是说 当这个一条指令变成三条机器指令去执行的时候 那么当我两个进程并发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执行的顺序 比方说当前假如说我当前CUT的值是等于5的 那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我生产了一个产品放进去 然后我又消费了一个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CUT值应该是等于几呢 显然还是应该等于5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一个执行顺序 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S0到S5的这样一个顺序去执行的话 我们最终得到的CUT的值会是一个4 我们看一下这个顺序 那么首先我们把CUT的值负给寄存器1 那么寄存器1等于5 然后我们对寄存器1加1 那么它就等于6 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我进程发生了切换 然后我的消费者开始消费 那么我把CUT付给了寄存器2 然后我对寄存器2做了一个减减操作 减1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Register2的值是等于4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在继续执行这个生产者进程 那么他会把寄存器1的值付给CUT 那么CUT的值等于6 那么如果我在执行这条指令 我CUT的值是等于4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按这样的一个顺序去执行的时候 我的值会是4 那假设说我交换一下S4和S5两条语句的顺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CUT的最终值是等于6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在正常情况下 我CUT值是应该等于5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执行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等于4 也可能是等于6 那么这就出现了什么数据的不一致问题 因此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对共享数据进行并发访问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什么数据的不一致 我们如果想要保证数据的这个一致性的话 我们就需要有一种保证这个并发进程 同步和互施的这样一种机制 来保证它的这个正确执行 那么我们也把刚才的这种情况 称作在这个什么共享 在这个类数据CUT上 我们说存在着竞争条件 Risk Condition 那么什么是竞争条件呢 我们说是若干个并发的进程或者现成 他们在访问和操作同一个共享数据的时候 它的执行结果取决于这个并发进程 我们对这个数据的访问次序 那我们就把它称作一个什么竞争条件 因此我们看到为了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什么 进行互斥的访问 也就是我们这一章要讲的主要内容 进程之间的同步和互斥 那之前我们讲到进程可以分为协作进程 也可以分为独立进程 那么协作进程彼此会影响 那前面我们会看到了在生产者和消费者 他们就是什么协作进程 那么他们在共享变量进行修改的时候 是不是会发生冲突 会导致数据的不一致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进程在进行操作顺序 发生冲突的时候 也会导致什么数据的不一致 或者也会出现问题 因此的话我们说在进程之间 会存在两种制约关系 那么一种的话 我们把它叫间接制约关系 那么一种叫直接制约关系 那么所谓这个间接制约关系是说 进程在访问资源的时候 尤其是共享资源的时候 我们通常是什么 需要互斥使用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保证什么 进程之间是要互斥的 这个我后面会讲 那么这个直接制约关系 其实也是指进程之间 他们通常是要怎么样 要进行协作 也就是说进程彼此在执行的过程中 可能会存在某种顺序关系 或者说一个进程 会要求另外一个进程 给他提供消息 或者给他提供数据 那么在没有获得这个数据之前 他可能要等另外一个进程 那么我们把进程之间的这种关系 我们把它称为进程之间的同步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 或者是在实际的系统中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有一个飞机票的订票系统 那我两个终端可能同时去进行订票 我们分别是T1和T2这两个终端 那么我订票的过程就是 我首先查询余票的个数 是吧 如果余票的个数大于等于1的话 那我就可以来订一张票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时候 这个时候X是我们什么 两个终端或者两个进程 共享的这样一个数据 假如说我现在X的值 就是等于1的 那现在我问如果两个终端 同时去订票 票会订给谁呢 那么就不确定了是吧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 在对共享变量的时候 可能会发生的这样一种冲突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操作顺序的冲突 按比方说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有四个缓冲区 分别是FST和G 那我有三个操作 那我GET的操作是从F获得数据 然后放到S 那么COPY的过程是从S获得数据 COPY到D 那么PUT的过程是从T获得数据 COPY给G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如果我GET没有进行操作 没有得到数据 那么我的COPY是不能做的 同样我的COPY没有做的时候 我的PUT也是不能做的 也就是说这三个进程 是不是存在着这个操作顺序上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因此的话我们说 进程之间会存在着 各种各样的关系 那我们重点要讨论的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就是我刚提到的什么 互斥 那么当多个进程 使用共享资源的时候 我们要求他必须要互斥的去访问 也就是说 当一个进程在访问的时候 别的进程是不能够去访问的 那么第二个关系的话 就是同步 那么他通常指的是 进程之间的协作关系 就通常指的是顺序上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还有一个关系 我们在下一章内容会讲到 就是思索 也就是说当多个进程 去竞争资源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存在这样一种 互不相让的情况 导致大家都不能得到 足够的资源 去继续往前推进 而处在的这样一个 系统的一个状态 那么具体如何来实现 进程之间的互斥和同步 那我们后面再讲 好 我们今天这讲就到这儿